FIRE 大家好,我是愛語言神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我要給大家帶來最新的崩鐵遊戲內容 -3.3更新中的金夢電視台活動攻略 首先補一下第一關 然後是第三、第四關 與銀帶三同行 今天在這個地方 讓大家上線之後呢 先去這個進行一下任務對話才可以 你接垮這邊的話是沒有的 我們過來之後呢調查一下 今天這個是第一關 這個也比較簡單 他這個觀察爭議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每觸發一次這個 垃圾桶的這個弱點擊破 就可以把我們這個爭議提高一檔 是這樣的一個意思 那我們今天這個隊伍選擇 都是這個試用角色 我們那個帶一個機子 帶一個銀狼 帶一個鈴可 然後再帶一個軟梅 我是這樣子來的 這四個人的隊伍的話呢 解開這個自動就可以了 然後在後面打這個BOSS的時候 有的時候如果說這個自己的角色被動住了 可能需要我們手動開一下鈴可的大招 其他時候呢 都不用拐 讓他們自己打就可以了 基本上呢 是在 大家看到左邊這個行動條 左邊這個行動條 下面的話呢顯示啊 就是在打這個BOSS之前 我們還有幾個回合 基本上呢 在打BOSS之前啊 我們這個 弱點擊破的檔位啊 能打到10以上的這個自動 差不多每次都可以打到10以上 我最高A子這邊是打到了12 難區別不大 後面打這個BOSS的時候 基本上都沒什麼壓力 主要是前面這邊這個 軟梅的異技能 然後搭配這個機子的擊破弱點 之後有一個追擊啊 打得很快 能把這個檔位刷得很高 檔位刷得高之後 後面進到那個最終關卡 去打BOSS的時候 就比較輕鬆了 這邊配合他的這個 BUFF的提升 還有軟梅的這個 提升 我們打這個弱點是非常快的 而且呢 我們只帶了三個元素 這個垃圾桶子 也可以吃到這個三個元素 基本上每次都可以 打破他的弱點 然後打破完弱點之後 大家看到 這邊觸發機子的這個追擊 因為我們只要打破一個 垃圾桶的弱點 然後周圍怪 都會進入這個弱點擊破狀態 然後機子每次都可以 觸發這個追擊 打得就很快了 大家看到 這邊A一下破掉了 然後機局又可以追擊 很爽 這邊沒什麼需要注意的 就等他自己打就可以了 而且他這個自動碎機這個大招之類的 也不會丟給旁邊的這個小怪 只會丟給這個垃圾桶 那現在這邊的話 檔位已經達到了九層 嗯? 嗯? 好 好 銀狼這個技能下來 進到我們的12個防衛 接下來進到這個終極挑戰 然後進了這個挑戰之後呢 就稍微需要注意一下我們這個銀渴的大招了 這第一隻這個怪也不用管 打到後面 這邊其實也不太需要管 打到最後差不多積分在這個多少分來著 打那個打打力壓的時候 我們會需要關注一下這個銀渴的大招去解一下空 大家看到這裡搭配前面這個小怪刷得很快啊 基本上一輪都可以拿下 好 這邊四萬分時到了 下一輪這個六萬分打的也很快了 好 經六萬分之後呢 打這個可可莉亞大家就稍微需要注意一下這個給我們上的這個凍結了 像這種情況啊 大家看到這個前期我們沒有什麼生存壓力的情況下 這個有一個角色被動入了 其實不是 不是很關鍵 那如果這邊可以不用管 再過一會他自己就解控了 而且他這個盾的話我們破的很快啊 這個時候沒有什麼生存壓力我們可以不用管他 到後面 比如說這個 布羅尼亞出來了 他突然一下子給我們控住兩個了 那麼大家就要注意一下開我們這一個 鈴渴的這個大招 好 這邊鈴渴被動住了 有點尷尬 但是沒什麼事啊 他這個適用鈴渴的血量比較高 被動住了被炸一下醒過來 倒不了 問題不是很大 就被黑暗自動馬燈大招開了 這把可能沒什麼機會給大家掩飾這個開鈴渴大招解控的那個情況了 他就是第二階段的時候啊 有兩個 這個一個是 羅尼亞 旁邊還有兩個大兵對這個情況下 被動的會比較多 如果說第二階段都沒怎麼被動的話呢 後面就基本上不太會被動 輕鬆拿下 非常簡單 今天這個第一關 那我們 大家這個第二關的話呢 是15個小時之後 也就是30號的凌晨4點鐘 那我們凌晨4點再見了 大家掰掰 今天是這個金夢電函的第三關 地獄廚房 我們今天前往挑戰 今天這個buff啊 給的是和這個DOT機制相關的 大家看到我們這個疊的層數越高啊 我們角色攻擊力越高 所以我們這個持續傷害的也會越高 好 那我們今天這陣容的話這樣帶 卡布卡 黑天鵝 羅剎 桑伯 我們直接開始 那疊這個層數啊 有點小技巧 這邊跟大家來講一下 大家疊得好的話呢 我們可以直接疊到這個19層 後面這個傷害就很爆炸了 上來之後啊 黑天鵝先放一個戰技 桑伯平A一下 卡布卡這邊會打一個追擊 然後呢 他又進到這個狀態了 進這個狀態之後呢 我們這個羅剎A一下 然後卡布卡直接戰技引爆 我們引爆的話呢 這每一個DOT的傷害 大家看到都會疊得上去 原本是一層的 直接疊到八層 然後被炸一下進到九層 引爆 很爽 好 那等著兩隻小鳥死了之後呢 我們開這個卡布卡大招 這邊這個小狗再炸一下 他還可以引爆一次 然後旁邊的兩個小狗 帶了 這邊再炸一下 就瞬間 就又引爆一次 大家看到 這個傷害非常的恐怖啊 來 我們這邊 黑天鵝清一下小怪 然後下一波怪出來 出來之後呢 桑伯先放一個彈射 然後開黑天鵝大招 羅薩平A一下 把這三層打滿 讓他進到九層狀態 直接開卡布卡大招 好 然後呢 卡布卡這邊再放一個戰技引爆 引爆一次之後啊 我們開這個羅薩大招 然後呢 開這一個 桑伯大招 黑天鵝 黑天鵝接下來的話呢 放一個這個戰技 喔不是黑天鵝 桑伯 桑伯放個戰技 然後黑天鵝再放一個戰技 羅薩平A中間這隻罐 卡布卡再引爆 好 那我們這邊用這個戰技來引爆 你在這邊不要慌啊 我們看一下這個罐多少層了 好 八層 到他的回合 行動了之後呢 又可以觸發一輪引爆 然後呢 我們這個開這個卡布卡大招 把場上兩個小怪給他清一下 我們不要在這邊浪費回合 大招直接用 好 讓下一波怪這個刷出來 下一波怪刷出來之後呢 桑伯先這個 放一個戰技 如果兩隻罐沒能彈到的話呢 也沒有關係 我們這個黑天鵝戰技打東間 然後呢 卡布卡打這個層數多的這一隻怪 我們先讓一隻怪進入狀態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開技能了 來 桑伯開大招 羅薩開大招 羅薩開大招是為了讓左邊這個 還帶三階段的怪 進到這個九階段 好 兩隻怪都進到這個零槓九 這個階段之後呢 開這個黑天鵝的大招 把他們揭露一下 讓他們這個身上的debuff疊滿 然後羅薩平A一下 這個層數比較低的怪 再來就等這個回合輪到這個 卡布卡了 桑伯這邊呢 再放一個戰技彈射 然後大家記得給這個卡布卡留一個戰技點 好 黑天鵝打一下這個 哪隻怪都可以 然後卡布卡這邊 引爆這個騰數比較低的這隻怪 引爆完之後他又可以把另外一邊給他炸倒 這樣的話兩隻怪都可以進到下一個狀態 然後呢 我們再開一下這個卡布卡大招 他們引爆是會給我們加這個 能量充等的 所以我們這邊會突然看到我們一大招回滿 那這樣子來的話呢 就可以讓這兩隻怪互相影響互相炸 接下來的話呢 再開這個桑伯大招 再開這個羅薩大招 再開這個黑天鵝大招 不要著急 羅薩再打一下左邊這個 就是左邊炸死了 我們打右邊 反正就打剩下的這個小恐龍 觸發這個卡帕引爆之後呢 可以再炸一下 場上有這個小狗的話呢 我們趕緊把它清掉啊 好 接下來這一波怪出來了之後呢 黑天鵝 打哪邊都可以 打了之後開這個桑伯大招 然後羅薩大招 然後再開這個黑天鵝大招 這樣的話呢 兩個怪都進行下一個狀態了 又是九層的這個狀態 這種狀態下呢 我們這個桑伯放一個戰績之後 我們卡布卡再開這個大招 然後接下來這邊很關鍵啊 大家不要看我們這個 只剩下卡布卡這一回合了 但是我們可以在這邊做很多事 我們可以疊很多省數 來桑伯大招開出來 因為就是因為兩個怪 現在基本上都是相鄰的炸的 兩個怪炸掉之後呢 會給我們回充能 那我們這個大招 其他角色雖然 沒有形容輪次了 但是他們大招都可以跟上 大家看到這一波卡布卡 卡布卡就打到放不出來 又可以往上疊這個層數 疊完層數之後呢 其他這個角色的技能又好了 中間兩個這個小圈頭怪炸掉 這個層數呢 又可以往上來了 然後大家看一下我們這邊啊 我們球穩的話呢 卡布卡直接打左邊 打這個層數比較多的這個怪 因為比較容易引爆嘛 萬一說打右邊這個4-9的 他這個引爆完了之後 層數不夠了 都是8-9 爆不了 那就很虧了 我這邊這個桑伯大招暗快了 其實這個場上這個小恐龍 已經全部沒有了 我們不需要再放技能了 到這邊的話呢 我們疊的就是19層 進了19層之後 我們打後面這個中繼團 大家就會發現 特別的輕鬆 刷完之後 桑伯直接開一個戰技 然後吉他怪 吉他這個角色A一下 觸發這個卡布卡的追擊 基本上就可以直接帶走了 然後的話呢 我們這個黑天鵝A一下 羅剎A一下 卡布卡這邊直接引爆 傷害不夠的話呢 再補一下吉他角色這個大招 基本上傷害不會不夠 基本上傷害不會不夠 可可 好 下一輪怪出來之後呢 黑天鵝A一下 開大招 然後呢 卡布卡直接大招引爆 羅剎這邊A一下 卡布卡這邊也A一下 等這個怪自己結算傷害就可以了 好 下一波打卡布卡的話呢 桑伯這邊先開這個戰技 然後呢 開我們這個羅剎的大招 黑天鵝這邊 停A一下 然後我們卡布卡再開這個戰技 引爆 那麼到他自己的回合的話 他們就會直接倒下了 桑伯這邊上來 直接開這個大招 然後放 先開 直接開戰技 然後放大招 然後這邊大家需要注意的點是 我們主打的怪 是 這一隻 大家看到這個藥王秘傳 然後用擴散去擋平這個小恐龍 因為這個小恐龍是比較脆的 但是個 釣王秘傳的話呢 是比較硬的 來 我們這邊卡布卡引爆 再開一個大招 這樣的話呢 兩輪這個引爆傷害 常人怪基本上就一口氣沸全部清完了 大家看到 那現在的話呢 我們打燕青 我們左邊輪次還剩下三個回合 那基本上就是隨便亂打了 等他 不要著急啊 大家 在打這個燕青的時候 羅剎的大招不要著急開 黑天鵝的大招沒有關係 黑天鵝的大招 上紀錄給他 給他上debuff 可以早點用 但是羅剎的大招 大家不要著急開 羅剎的大招 我們等會兒就拿去清這個 燕青的這個劍用了 欸還剩兩點傷害 趕緊給他清掉 燕青招劍了之後呢 我們再放這個羅剎大招 可以第一時間把他這個劍柄給他清掉幾個 好 然後呢 就正常打 髒伯 呃 就是我們有戰績點 就放這個戰績 然後有大招就開大招 那總之 往裡面灌傷害就完事了 這邊就是小心要被控有點噁心 然後 黑天鵝有戰績 直接戰績打這個燕青就可以 這邊就需要當心的是 他的這個凍結 但是也還好 凍結的話呢 就是在這個 第三個階段的 我們只要能撐到第三個階段呢 八萬分 保底就已經有了 好 就是搏一搏 就九萬分了 好 那麼今天這個觀察到這邊 我們繼續 明天再見了 大家拜拜 這個爆漿蘇勒達 也就是這個與心共舞啊 我們直接這邊開始挑戰 那麼今天的話呢 是主打一個反擊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今天這個特殊詞條 我們這個決策 攻擊和受擊的時候呢 會對敵方造成一個反正 一個傷害 然後我們行動的時候 可以獲得這個護盾 然後護盾可以疊加 是這樣子打反擊的一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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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卡 那我們正用的話呢 這邊帶這個 托帕 然後真理一聲 還有到這裡說 今天的話呢 是金夢電台第四關 這個與心共舞 就是這個爆漿蘇勒達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主要是打一個反擊啊 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這個觀察爭議 我們在這個疊層數的時候啊 這個星星用這個汽水攻擊 我們的時候呢 我們會對他進行這個反正 然後每反正一次 就會提高一檔 今天可以疊得還蠻高的 然後的話我們行動也可以拿到這個護盾 這個護盾可以一直往上疊的 基本上這個盾都不會消失 那我們今天正用的話呢 就這樣帶 適用的托帕 真理一聲 然後這個傑帕德 還有一個克拉拉 我們這樣子來帶 然後今天這個的話呢 可以自動 因為打板機 也無所謂我們選哪個 對不對 這個我們沒辦法手動 所以直接開個自動就完色了 基本上呢 可以在這個疊層數的時候啊 疊到40層左右 進到這個金色的獎盃 大家如果說自己想這個 手動打的話呢 也可以 那我們手動的時候 全部技能都丟給這個 蘇勒達這個星星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的攻擊啊 我們打這個星星的時候呢 這個星星的這個速度 會不會拉上來 就是我們打 他打得越厲害 他這個行動就越快 大家看到 左邊打一下之後 這個星星就會往上提一個 那麼這個星星的這個行動越快 他打我們越多 我們反彈的越多 我們這個層數呢 疊得就越高了 所以大家如果說 想手中打疊得高遠程度的話呢 就一直定著這個星星打 就完色了 大家看到他這邊這個 汽水攻擊我們三次 我們直接就疊 往上疊了三層 然後的話呢 就是 第二關啊 就是第二天和第三天 大家反彙做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這個軸啊 手動跟我打的時候 這個軸對不上啊 這個東西我來檢視一下 是這樣子的 因為你說這個怪物 攻擊你哪個角色 他是隨機的 然後你這個角色 打出去這個攻擊啊 他有暴擊 沒暴擊 對不對 有這兩個這個 隨機性在裡面 所以說有的時候 可能大家跟著我的這個軸啊 都有點對不上 這個沒有辦法 比如說 他這邊 打我這個角色 打的就是多 我這個角色的這個大招啊 好的就是快 然後大家這邊 暴擊跟不上啊 對老實點 黑衣不出暴擊 一直不暴擊 那我這邊已經打死了 你這邊還沒打死 包括說我這邊這個角色 把他打死了 然後下一回合的話呢 就是下個角色動了 啊 有這些問題會導致 我們這個軸跟不上 呃 但是呢 我們這邊攻略是什麼呢 就是給大家提供一個 這個疊乘數的這個方法 就是我們怎麼樣把這個 乘數疊得高一點 啊 給大家講解一下 我們這個機制啊 說我們如何把這個 乘數疊得更高 讓我們之後這個傷害 打得更高 是這樣子啊 不是說我們這個攻略 就是完全讓大家 跟著我們這個來操作業 這個肯定是 呃 不太能操得上的 對吧 有沒有暴擊 怪物打打個角色 你哪個角色衝能快 這個 有兩個兩個這個 隨機性在裡面 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但是呢 像今天這種關卡就沒事了 像今天這種關卡 大家只要這個陣容戴的 跟我一樣 啊 那就就就沒什麼 態度的問題 我們這邊自動往這一掛 就讓他自己打就可以了 今天帶這樣一個陣容也是 也是因為他這個機制 我們這邊打反擊打得厲害 隨便這個 克拉拉打出一個反擊之後呢 啊不是 克拉拉打出一個反擊之後 然後真理醫生和托帕 都可以跟上這個追擊 那 這個星星只要打我們一次 我們克拉拉反擊一次 這個 真理醫生追擊一次 托帕追擊一次 然後 如果說這個追擊 把這個大招追出來了 還可以再放一個大招 再打一次 那啊 我們這個傷害就很高了 打的刺路很多 把這個星星的速度拉得很快啊 我們這邊就可以把這個層數疊得高 而且這個 傑帕德呢 是全體上盾 為什麼沒帶三月七 就是因為傑帕德全體上盾 雖然我們這個行動 本來就會加護盾 但是帶了個傑帕德全體上盾的話 就可以保證 我們的護盾啊 基本上不會被破 那塔拉這個星星 不管是打我們哪個角色 我們都可以把這個反正環擊給它搭出來 反正環擊給它打出來 把這個層數給它往上疊 就很舒服了 然後呢 剛剛也測試了幾把 等到我們這個層數疊完之後 後面的這個最終挑戰環節啊 開自動的也沒什麼問題 最後打完這個9萬分的時候啊 我們這個回合數啊 甚至還能就是 多一輪出來 差不多 好 我們這邊這個角色 接著往後動 還可以把這個星星的速度比他拉上來 這個星星都完了的話 還可以再打一次 好 先一邊再行動 我們再一個反彈 41層 那這邊的話呢 就沒法往下打了 因為這個怪還是不刷新了 那如果說大家這邊這個真理醫生 開出來這個 充能啊 夠了 有大招了 我們這邊就把這個 自動給它關掉 我們省一省這個大招 不要讓他把這個大招放出來 不浪費 克拉拉這個大招沒事啊 尤其是這邊啊 大家需要注意啊 真理醫生這邊把這個大招 充能打敗的時候 他很有可能再打一次 把這個大招給他浪費在這裡 而且這邊大家需要稍微小心一點 看到區別就在這邊 如果說我們剛剛沒有留這個大招的話呢 第一輪這個怪 可能需要我們決策多攻擊幾次 才可以把它擊倒 那 留了個大招的話 上來直接擊倒 這樣就可以把我們這個回合數啊 往下省 那回合數都是這樣的 一點一點省下來 大家看到克拉拉這個傷害非常高啊 還有我們這個反彈的傷害 大家看到的非常高 護盾反彈 然後觸發克拉拉一個反彈 然後真理醫生不突發再追擊一下 這一關的傷害是很恐怖的 唯一的一個不足就是真理醫生的追擊這邊 不是這個怪物的弱點 如果真理醫生這個追擊 怪物還有虛述這個弱點的話呢 我們這個破舊怪物的盾更輕鬆 打的會更快 裡面已經很輕鬆來到了倒數第二輪 但是我們這邊回合數的話 現在是還在第四回合 好 這邊進到這個最後一輪 那邊 你這看了 bro 你幹什麼 你這看了嗎 注意 例えば 你 武衡 手席 救命 hol 您 封了 威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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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边被控制的话呢也没什么事啊 因为他这个手抓出来之后 基本上这个怪物的血量都已经在50%以下了 最后一阶段的这个50%以下 随便他抓我们哪个人 剩下的这个三个人把他这个拿下都没有什么问题 今天这一关呢就是非常简单了 那我们继续明天再见了 拜拜